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可以 把爱变成糖果送给你 就让它来在你的手心里 陪着你 因为你是唯一 我们那么靠近 像耳边的呼吸 不开心在未来时空里 等你开口说我愿意 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 让时间暂停 那透明的秘密 让我唱给你听 因为想听见你说愿意 永远的约定 在一起 从没忘记 我爱你 为众银行邀请您收看腾讯视频 美好生活剧场 晚眼睛 晚眼睛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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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什么呀 我怎么在这里 有晚眼睛 有晚眼睛 别要晚眼睛 鬼有晚眼睛 鬼是谁啊 我不知道啊 鬼在哪里啊 什么鬼啊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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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侍卫引来就惨了 鬼啊 快跑 什么鬼呀 那是人 别哭了 对 是安昭仪 你们看 实在抱歉 吓到三王子 三王妃了 没事 原来后宫流传的 女鬼鼠术的故事是因为你啊 什么鼠术 对啊 什么鼠术 就是后宫冤魂鼠术 收集五官的事 你怎么会在这儿说说 我在找我的小鸭子啊 老大叫小黄 这只特别爱吃豆子的 叫豆豆 还有那一只特别会游泳 叫水睡 我的寝宫就在前面 要是不嫌弃 就跟我去坐坐吧 我都没走过这一片 没想到这儿 还有个后妃寝宫 是啊 但这儿草制不怎么好 小黄他们比较喜欢 吃明律元的草 所以我隔三差五就带他们去 安昭仪 你真是太有爱心了 到了 这是什么宫殿啊 这是蓝宫 传说中安置不受宠妃子的宫殿 对 我就住这儿 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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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别在井里找东西吃了 这个是小蓝 进来吧 经 bili睛 我坐下来 我去看我 你不听得懂 我去失去 你不 believe我 走 我去你 你回去你去 我说了 我去你去 你没有走 你去去去去 殿下 我怎么觉得这里不见了 还阴森恐怖 别 别 别怕 先吃鱼 先吃我 安赵爷 这冷宫除了你和碧玉 就没有正常冷宫 看看他们 他们比我先来冷宫 我也不知道他们待了多久 就困在这一方宫墙内 也没有人看他们 所以变成这样了 但是他们都是渗用的人 那按照一再这种环境 还能保持清闲 真是太不容易了 放心 我以后一定经常过来看你 跟你说带的东西都带了吧 带了 带了 带了一堆吃的 够那个冷宫里 好多人吃饱肚子了 那冷宫也太惨了 被吉他公欺压 生活质量差就算了 还饱受精神折磨 你看 别的妃子养的宠物 都是名贵猫犬 我们当时开守黄林的时候 好歹还有小兔子 而安赵姨 只能养小鸭子 作为精神陪伴 可我们的兔子 是用来吃的呀 别 都说了 离开黄林 就不要再讲这个事情了吗 哎呀 算了 算了 你看 我给他带了好多布料 可以给小黄鸭子做衣服呀 做小窩什么的 别的宠物有的 小黄鸭也不能少 走 走 怎么就这么点了 不是说好了这个月要再加三两银子吗 实在是没有了 每个月月钱都是固定的 实在是拿不出再多三两了 这我不管 没钱就把你那些小畜生给我吧 不行 你不能带走小黄 给我住手 谁给你的胆子在后宫收保护费的 三王妃你可别得罪我 我可是黄贵妃身边的红人 连三殿下都要给我三分面子 是 本王怎么没听说过 本王还要给你面子 奴 奴才说笑呢 您是三殿下黄贵妃也得看您的面子 给我滚 以后别让我在龙宫看见你 奴才这就退下 太欺负人了 你放心 以后有我和三殿下 不会让你跟小黄受欺负的 去吧 安長儀 你这是在做养殖场吗 我在喂鱼啊 那那个木桶里种的是 我种的瓜苗和菜苗 那那个院子里的树苗 桑树啊 能养残 安朝仪 你怎么会把寝宫做成小农场呀 冷宫呢 火是很差的 扒的时候呢 又经常把我们这边给漏了 所以只能自给自足了 那有了这些 冷宫也变成暖宫了 对了 外面呢 种了一些小黄瓜 你们走的时候可以带一些走 正好可以做凉拌黄瓜 安朝仪 你施宠 是因为种菜的爱好太特别 不讨皇上喜欢吗 我也是到这儿之后百无聊赖 才想到要做这些的 不过现在也挺好的 在这里也挺开心的 如果真的是妃子 哪能养鱼养鸡呀 女人在后宫真是太悲哀了 挤破脑袋往皇上身边靠 就为了寻求一丝宠爱 说到底 都是一夫多妻治的错 这你就错了 他们争的不是宠爱 是后宫的立足之本 这么说 你当上了皇上之后 你的后宫也是这样了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 我只要你一个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三王子和三王妃感情真好啊 我的命就没有这么好了 对了 我决定带你脱离这个凄惨的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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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勋也不在 公主这是怎么了 我没事 公主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你说 崔勋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你这每天打探崔勋的消息 您找他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那倒没有 公主 你的脸好红啊 你是生病了吗 我 我 崔勋 我回来了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 有事吗 我 你可算是回来了 雅公主找不见你啊 整日都闷闷不乐的 公主 最近有案我教你的方法增机吗 当然有了 你不在的时候 我特别积极 特别的勤奋 对了 崔老爷最近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碍 但祖父年岁已高 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他说 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看到我早日成婚 成婚 对啊 以前因为任性 走人和他对着干 没少让他生气 更没有想过什么成家立业的事情 所以这次我想遵运他的意愿 早日成婚 可是你连成婚对象都没有 你要怎么成婚啊 这次耽误这么久 其实在家一直商议此事 祖父已经帮我挑选了几个相亲对象 说明日变弃茶楼见面 这么着急 这么着急啊 是啊 你也知道的 我不懂这些东西的 所以到时候还要麻烦你和殿下 都帮我把把关 你也了解我 这个医术药理吧 我还在行 这 我还在我看来 这女孩子就像红枣枸杞茶一样 温柔 你就真的去啊 去啊 怎么了 没什么 我说沈大夫你也是 人家成亲可是事关终身大事 怎么可以用什么枸杞茶来比喻呢 再说了 男人怎么了解女人的心思呢 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当妻子 当然是女子最了解了 是吧 有道理 我去找王妃去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 还是我替你去无色一番吧 免得你以后受人欺负 你说怎么帮主啊 这皇上每天悦女无数 凭什么重新去册封一个 已经打入冷宫的 昭仪伟贵妃呢 是 看你刚才答应的这个爽快 现在傻眼了吧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你那么受姑娘喜欢 要不你反过来想想 怎么吸引男人的主意 那是我父皇 况且 我还没有特意去吸引过你 哪有什么急救 来 小二 一壶烧酒 送给这个 我不能喝酒 我还在等人 且怕 姑娘今日所等之人 今日不会再来 你凭什么说她不会来了 方才我肩卫书生 在门外徘徊许久 身高七尺浓眉大眼 可否是姑娘所等之人 她在下面 我去找她 姑娘且慢 她已经走了 她徘徊了许久吗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和她妻儿一起走道 此情此景 一壶烧酒 是否破合心意 那你呢 为什么请我喝酒 我和姑娘一样 刚刚结识一段感情是非 想找人喝酒 共情一番 只是喝酒吗 只是喝酒 正所谓 只正朝夕 那 就多谢公子了 公子 今夜 小河桥边 有缘已会 会 会 好 真是高手 姑娘过节啊 敢问尊姓大名 人家问你名字呢 你不回答 也太没礼貌了 我是尹天山 你好 我叫杜思义 林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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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熟悉的名字啊 你这技巧也太拙劣了吧 不行不行 我们走 其实我们找你 是有事想请你帮忙 有空俯上一句吧 这么漂亮的姑娘约一句还不缺 这才是真正的势力 尹公子 事情就是这样 你觉得呢 三王子 三王妃的意思是 让我帮安朝仪 闪一个万全之策 重新获得皇上恩宠 事成之后 少不了你的好处 钱不是问题 王妃满意 才是我想要的 那是不是不收钱了 收 我来分析一下 安朝仪属于二次吸引皇上 而且必须得在短时间内 达成目的方可成功 我们面对的是皇上 一个越过无数美人的皇上 而安朝仪 却是其中平凡无奇的一个 是这样吗 太独盗了 她不就是把刚刚说的 重复了一遍吧 我已有良策 不过需要王妃配合我一下 做个实验 殿下 你做首诗吧 今天天气这么好 没心情 为什么呢 你说呢 殿下 好 殷天山 快告诉我发生什么了 为什么没有苹果 还有 你之前是怎么掐准时间点给我送的 看到了没 你现在在意的 已经不是苹果本身的含义 而是为什么我 没有突然送苹果成功吸引人的注意 这不就是安朝仪最想达到的效果吗 对啊 你殿下 你太聪明了 还好吧 这算什么 况且父皇是个男人 会受这种招说 要不 你拿殿下试试 我肯定不会上当 我肯定不想达到的 你还能够 你尽快 帮小匹 在看 我肯定想达到的 够够 下一个水果是什么 你快告诉我 我好想知道呀 我怎么这么感兴趣 好厉害呀 这是加强版 你不但会好奇我为什么不送 还会好奇下一个我送什么 我们可以进宫 给安照宇安排安排 白姑娘 请允许我先自我 先吃饭再说 白姑娘 我们两个人 是不是点的一点太多了 崔公子 听说你在三王府上当差 那俸禄应该不少啊 为何你如此小气 姑娘误会了 我并非小气 我们习武之人 吃饭喝水 都要有所节制的 那你随意 我客气了 那怎么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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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公子 我最喜欢吃这个了 好 那你吃吧 这种太容易吃了吧 请问崔公子房产有多少 有多少名地呢 这我不太清楚 平时都是我祖父在管这些事情 那怎么行 如果你祖父去世的话 会不会有归属权纠纷啊 我祖父还健在 那应该也等得蛮久的 成婚后你的肺盈归我管吧 我平时除了习武健身 也没什么开销 自然是可以的 那还好 既然我们要澄清 彩礼也是该准备一下 澄清 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啊 没关系 承还之后呢 银子房产都归我管了 自然给你饱饭吃 这 这位小兄弟你是 崔君 你们崔普欠我们的钱 什么时候还啊 再不还 我可就报官抓你们去了 什么 他欠你银子 可不是嘛 你是他妻子对吧 那他这债就是你的债了 来 还钱 不不不 冤有头 债有辱 他欠你的钱他还 我不太清楚 那个 我 我先走了 你不是刚刚在谈论成亲的事情吗 没有没有没有 喂 喂 今日幸好我来了 不然娶了这样的女人 日后可有你受的 那怎么办嘛 我根本就不想成亲 成什么亲啊 傻子 每天一起练舞不是更好 说得对 有朋友有酒 最好 来 呃 但是 我又答应了爷爷 希望下一个 不要这样吧 你那么爱相亲 你就伤个够吧 你是不是在江湖上都谈一些事 想想啊 难道真是眼花了吗 他半晚上 怎么会有人 公被 最近流传着一个 关于命令人的鬼故事 我在他包袱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什么 天亮所有 天亮所有 也可 你的眼神就要来藏这些 这些定情信物 什么定情信物 喂 你愣着干什么 快帮我解释一下 好 我来解释一下 我和林真儿 就是不救 我一直在你的背后 感受你给的轻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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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 希望你 相信你 还在 等着我 等着我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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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也不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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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